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艺术市场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画作的魔法笔触 市场的奇幻画笔 二雕塑的灵感火花 市场的创意爆发 三画廊的梦幻之旅 市场的奇妙冒险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画作的魔法笔触 市场的奇幻画笔 当我们谈论画作的魔法笔触时 无法忽视市场这只奇幻的画笔 市场就像一位神秘的魔法师 能够将一幅画作从默默无闻 变成价值连城的艺术真品 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个奇幻的过程 并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回到十九世纪的巴黎 那时的艺术市场 就像一个热闹的魔法济世 印象派画家们 如莫奈 雷诺瓦和德加 当时并不被主流艺术界接受 他们的作品 在官方沙龙展览中屡屡碰壁 甚至被嘲笑为未完成的草稿 然而 这些画家们并没有放弃 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展览 并逐渐吸引了一些前卫的收藏家 和评论家的注意 市场这只奇幻的画笔 开始发挥作用 这些曾经被冷漠的画作 逐渐成为炙手可热的艺术品 再来看看二十世纪的纽约 抽象表现主义的崛起 同样是一个市场魔法的经典案例 杰克逊 波洛克的低画法 在当时被视为疯狂的涂鸦 但在画商和评论家的推动下 这种风格迅速成为艺术市场的新宠 波洛克的画作价格飞涨 成为现代艺术的象征之一 市场的魔法笔触再次显现 将一位边缘艺术家 变成了艺术界的巨星 当然 市场的魔法并不总是那么神奇 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滑稽的情况 比如 二十世纪初的意大利画家 阿梅迪奥 莫迪利亚尼 他的作品在生前几乎无人问津 甚至因为画中的裸女形象过于大胆 而被警方查封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市场的魔法笔触开始发挥作用 莫迪利亚尼的画作价格一路飙升 成为拍卖会上的抢手货 这不禁让人感叹 市场的魔法有时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最后 我们不能忽视现代科技 对市场魔法的影响 数位艺术和NFT 非同质化代币的兴起 为艺术市场注入了新的魔法元素 数位艺术家Beeple的一幅NFT作品 在2021年以6900万美元的添加拍出 这无疑是市场魔法的一次大爆发 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和交易方式 让我们见证了市场魔法的无限可能 总结来说 画作的魔法笔触 不仅来自于艺术家的创作灵感 还有市场 这只奇幻的画笔 在背后推不助拦 无论是印象派的崛起 抽象表现主义的风靡 还是数位艺术的爆发 市场的魔法笔触 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艺术市场就像一场奇幻的冒险 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意想不到的惊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雕塑的灵感火花 市场的创意爆发 当我们谈到雕塑的灵感火花 和市场的创意爆发时 这就像是把一块大理石变成一件艺术品的过程 让我带你们穿越时空 看看这些灵感火花是如何点燃的 首先让我们回到古希腊 那时候的雕塑家们可不是随便拿起凿子就开始工作的 他们会先在脑海中构思一个完美的形象 然后再把这个形象转化为现实 米龙的制铁饼者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你能想象吗 米龙可能在市场上看到一个卖橘子的年轻人 突然灵感一线 决定把那个动作定格在大理石上 这就是灵感的火花 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瞬间 再来看看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基罗 他的大卫雕像可是市场创意爆发的典范 当时弗洛伦萨的市民们 需要一个象征城市力量和美德的雕像 米开朗基罗接下这个挑战 从一块被其他雕塑家弃用的大理石中 雕刻出了这个金石之作 这不仅是灵感的火花 更是市场需求和艺术创意的完美结合 现代雕塑也不遑多让 亨利 摩尔的作品 常常被认为是现代雕塑的代表 他的灵感来自于自然界的形状和曲线 甚至有一次 他在市场上看到一个奇形怪状的南瓜 灵感凸现 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有机形态的雕塑 这些作品不仅在艺术市场上大受欢迎 还成为了公共空间的标志性装置 说到市场的创意爆发 我们不能不提到当代艺术家杰夫 昆斯 他的《气球狗》系列雕塑 灵感来自于儿童派对上的气球动物 这些看似简单的作品 却在拍卖市场上创下了天价 昆斯的成功告诉我们 灵感可以来自任何地方 甚至是最频繁的日常物品 总结来说 雕塑的灵感火花和市场的创意爆发 就像是一场永不停歇的舞蹈 艺术家们从生活中汲取灵感 将其转化为具体的作品 而市场则为这些作品 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无论是古希腊的米龙 文艺复兴的米开朗基罗 还是现代的亨利 摩尔和当代的杰夫 昆斯 他们都在这场舞蹈中 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 所以 下次你在市场上看到一个奇怪的南瓜 或者一个卖橘子的年轻人 不妨停下来想一想 这也许就是下一个伟大雕塑的灵感火花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画廊的梦幻之旅 市场的奇妙冒险 当然 让我们踏上这段画廊的梦幻之旅 市场的奇妙冒险吧 这是一个充满色彩 创意和惊喜的世界 让我们一起探索其中的奥秘 首先 让我们从画廊的起源说起 画廊这个概念 其实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 那时候的贵族和富商们 开始收藏艺术品 并展示在他们的豪宅中 这些私人收藏 逐渐演变成了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公共画廊 想象一下 当时的贵族们 在他们的豪宅中举办艺术展览 这就像是现代的VIP御展 只不过他们的客人 可能会穿着华丽的丝绸和蕾丝 而不是现代的时尚品牌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画廊的形式和功能也在不断演变 到了19世纪 巴黎的画廊成为了艺术市场的中心 当时的画廊老板们 就像是今天的艺术经纪人 他们不仅要有敏锐的眼光 还要有一点点的销售技巧 有趣的是 当时的画廊老板们 经常会在画廊里 摆放一些舒适的沙发和茶几 让潜在的买家 可以一边欣赏艺术品 一边享受一杯香浓的咖啡 这种氛围营造的技巧 至今仍然是许多画廊成功的关键 进入20世纪 现代艺术的兴起 让画廊的角色变得更加多样化 画廊不再仅仅是展示 和销售艺术品的场所 他们还成为了艺术家们 实验和创作的空间 这就像是艺术界的创刻空间 艺术家们可以在这里 自由地探索和创新 而画廊则成为了他们的孵化器 当然 画廊的梦幻之旅 也少不了一些奇妙的冒险故事 比如说 有一位著名的画廊老板 曾经在一场展览开幕前夕 发现一幅重要的作品 被错误地挂在了洗手间里 这位老板当机立断 亲自搬动画作 最终在开幕前一刻 将它挂回了正确的位置 这种惊险一刻的故事 在画廊界并不少见 正是这些小插曲 让画廊的世界 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总的来说 画廊的梦幻之旅 是一段充满创意和惊喜的旅程 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 还是从现代的市场运作来看 画廊都是一个充满魅力 和挑战的地方 希望这段旅程 能够让大家对画廊的世界 有更多的了解和兴趣 也许下次走进画廊时 您会带着一丝微笑 想起这些有趣的故事 总结来说 市场是一支奇幻的画笔 它能够将一幅默默无闻的画作 变成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 无论是印象派的崛起 抽象表现主义的风靡 还是数位艺术的爆发 市场的魔法笔触 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样的 雕塑的灵感火花 和市场的创意爆发 也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舞蹈 艺术家们从生活中汲取灵感 将其转化为具体的作品 而市场则为这些作品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画廊的梦幻之旅 更是一段充满色彩 创意和惊喜的世界 它不仅是艺术品的展示场所 还是艺术家们创作和实验的空间 希望这些故事 能够让大家对艺术市场 有更深入的了解和兴趣 也欢迎大家在讨论中 分享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